回地標王子 市長主幹 市政府優先其他女友朋友 那我來聽聽 市長問一下喔 因為這兩天有打疫苗送你給長者 你會問一下這個想法 你會問一下這個想法 市政府會 無所不用急急 就是要打暴力 會用所有最方便 最有效最實惠的方式 來鼓勵大家打暴力 那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現在秋冬季節很大 那這個都是過去 流感發生的一個高空間 因為在暴力的空間 打得很快 要看個流風 所以流感比較浩發 就是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一方面他也跟流感交錯 所以有時候你假如有呼吸道症狀 你就在 診所或醫院都比較難去 所以把流感 疫苗也好 或者是這個 COVID-19的這個疫苗 就變成非常厚切需要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疫苗的不概率 我們比較擔心的 是在65歲以上的長輩 在像歐洲的一些 國家 他的65歲以上的不概率都八號九成 那台灣大概平均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這些都是重症的爆發群群群 所以 我們就必須針對65歲以上的長輩 能夠 再提高他的不概率 所以 我們大概會針對不同的 年齡層或者是不同的風險族群 有不同的一個策略 譬如說我們的年輕朋友大概都比較靠近心 就這樣接一段 那我們的長輩 就可能比較像一些長青中心 或者是一些社區活動中心 那我們就搭配不同的獎勵措施 就希望我們的疫苗的不概率 可以再上增加一點 那這樣的話 我們今年的冬天才會過一個好 市長 因為上米禮拜總預算 會不會晒掉很多嗎 我想總預算它有很多是經濟發展 還有公安的一些預算 像消防預算 我們比去年增加了大概有 從23億增加到28億增加了大概6億以上 所以這個預算假如受到一些 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有點擔心 在明年度的這個 政府的一個市政的受到影響 那我們還是用最大的誠意 能夠希望說議會 我們現在有多盡數的交付審查 我想這個都是民生安全建設的這個預算 我想這個部分 是會鼓勵來需求議會的支持 市長 市長風華案 就是已經在全台議宿都在推行 那高雄市這邊有預計什麼時候嗎 那如果說 總部長 比如說這個反來自由 反來自由 反來自由不斷的人 會有想起訴的還能夠是誰 我想四個公佛案 雖然是全國性的公佛 但是如果像能源轉型 能源安全 或者是包括我們那些空屋的改善 其實都跟像這個三街的議題都是喜喜相關 總共北部要用電 結果我自己又不發電 那南電比如說空屋就會帶高雄 這個當然是還有區域平衡的問題 那也有國際經貿整合的這個問題 像我們要參與國際組織 我們要跟其他國家 能夠有更緊密的經濟的整合或合作 那這個其實都必須有一些要補合國際的規範 所以從這四個題目來看 一個讓民主更加廣告 一個能夠加速能源的轉型 那另外一個能夠跟國際經貿的整合等等 那所以我想我會很清楚的 像市民說明四個不統一台灣更能源的一場 市長要什麼時間後要加入這個公佛宣傳 市長 我們這個禮拜這個建立報告就會出 那相關的這個最終的處理方案 我們也會跟市民朋友還做說明 那這個階段當然最重要還是 這些住民的一些安置 那在這個處理方案裡面 我們對care最重要的一項事情就是 居住前跟財產結婚 這兩個原則總統要來落實 來罵關 市長 公投宣傳你預計什麼時候叫加入宣傳嗎 有說話 那個公投的宣傳 你們有預計什麼時間 你有預計什麼時間 我想現階段 在議會的總質詢期間 還是市政優先 那我想我也會利用這個 這個其他的這個時間 在這個 市政的期間之外的這個期間 來跟市民做溝通跟報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